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是由神經部的助理教授林敬賢醫師 來幫我們講今天這個 Parkinsons disease genetics 的部分 我認識林醫師很久了 他從當實習醫師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醒目的 一個很優秀的實習醫師 然後一度當然就是台大醫學系畢業 然後在台大醫院神經部的training住院醫師 然後在林醫所的碩士班 博士班也是一下子就畢業了 然後目前他的臨床上跟研究上的興趣 最主要當然就是在神經部裡面 是跟動作相關的disorder 就是他的大本行 然後在整個movement的disorder裡面 當然一個很重要的領域 以及是Parkinsons disease Parkinson's 這一類的研究 那林醫師他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以及到現在 老師上來講 一部分是中研院的檢證領老師 那一部分當然是在台大的 無論美教授 在臨床上或者genetic study上面 然後林醫師 parkinsons是相當相當的驚人 對很多很多 然後今天他大概只會選他覺得 最精彩的部分跟大家來分享 那除了臨床上的研究 genetics的研究以外 林醫師也在裹營 以裹營這個model opening人來 研究Parkinsons disease 其實是他有很大的一個進展 那我很期待今天的演講 好那我們請林醫師開始 非常謝謝陳醫師的介紹 那李校長 楊所長 陳所長 那各位在座的學長姐 老師 各位同事 各位學弟妹 大家好 那我是神經科林敬賢 那今天非常有這個榮幸 也覺得有點膽寒 可以站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就如同陳醫師所說的 那我的臨床跟我的研究 其實都是一直局限在我們神經科 一個重要的退化性疾病 巴金森氏症 那我今天想用genetic 到做一個切入的角度 希望能夠替這個歷史悠久的 神經退化性的疾病 對於他的Pasogenesis的話 能夠有更新的了解 以及利用這個model 我們是不是能夠將來 替這些病人 找到一個新的 Desease Modifying的一個 therapy 那今天我想分四個部分 跟各位進行討論 第一個部分的話呢 可能還是要簡單的跟大家 稍微回顧一下 目前巴金森氏症的一些基因 目前有什麼新的進展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根據這些進展 我們現在對於Parkinson PD 他的Pasogenesis mechanism的話 有什麼樣的了解 第三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覺得最有可能 可以回饋在病人身上的 就是Future Treatment的話 目前有什麼方向 第四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目前我跟精英學部 陳佩隆醫師的話 有進行進一步的合作與研究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替目前還有Familio Parkinson的患者 能夠找出新的PD致病的基因 那巴金森是什麼呢 巴金森是症 大家常常聽說 它是一個很常見的 神經推化性的疾病 那對我們神經科醫師來說的話 它其實Decided Phenotype 其實非常的明顯 那臨床上的話呢 就會出現一個Mask-fast resting tremor 那看起來走路的時候的話呢 動作會變得有點緩慢 沒有任何的associated movement 那走路會脫脫的 轉彎的時候的話會重心不穩 很容易亮腔很容易跌倒 這個疾病的話初期 它的Cognitive Function是正常的 它只有動作不好而已 所以很容易會被忽視 可是到後期慢慢的 它的重心反射會越來越差 就如同各位在影片上看到的這個婆婆 你如果把它放著不管它 它完全沒有自主性的 重心反射的問題 它很容易就會跌倒了 所以這是一個會隨著年齡 病越來越大 得病機率越來越高 並且它的Desease Process 會持續進行的一個疾病 那臨床症狀就如同各位 剛剛看到的 動作會變慢 肢體會僵硬 70%的病人會有Tremor 到後期很容易會有Postural Instability 60歲以上大概100個人裡面 就會有一個得到這個疾病 那在07年的時候 Neurology有一個Epidemiology的一個Review 並且沾望未來 到2050年的時候發現 亞太地區的Parkinson病人 會是最多的一個族群 那根據我們自己台灣2015年的話 目前65歲以上的人口 已經佔了15.9%左右了 所以可想而知 Parkinson的患者的話 會越來越多 那他們的照顧會越來越好 那這是我們過去 根據我們醫院 還有一些資料庫的統計 發現Parkinson的患者 Instance Rate其實差不多 藍色的Prevalence Rate卻越來越高 跟照護的品質 那病人的Life expectancy 越來越高都有關係 那目前台灣大概有4萬到5萬的 巴金森試症的患者 那為什麼會出現剛剛影帶上 看到的那種動作變差的情況 那以前教科書告訴我們的話 主要就是在大腦裡面 在substantial nigra的 dopaminergy neuron 黑黑的地方的話 有減少的一個趨勢 同時在surviving的neuron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不正常 不應該出現的 一些inclusion body出現在裡面 而這個inclusion body的成分的話 就是 abnormal hyperphosphorylation的 alpha-synuclein 所以這種成績體 我們就叫路易式體 所以過去的話 大家都一直想要解開 為什麼會得巴金森試症 為什麼多巴胺神經細胞 會退化的一個謎團 大家都一直認為說 是不是把alpha-synuclein 會不正常的phosphorylation 不正常的成績 導致神經細胞死亡 被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除了多巴胺系統的退化之外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大腦的側面圖 那大腦裡面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 substantial nigra這裡有一大群的 dopaminergy neuron之外 其實其他地方也有 包括ventrotegmental area 還有hypothalamus 這些地方都有 而他們產生出來的 dopamine 除了去調控我們的動作 那所以缺乏就會出現 parkinson動作缺失的一個情況 同時的話呢 dopamine receptor 其實也會出現在 我們mesolimbic system的receptor上 所以parkinson的病人 如果dopamine缺乏的話 他們也會有一些cognition 一些mood方面的一些問題 好 那這是我們過去都知道 parkinson就是dopamine deficiency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病理的變化 就是lui body的deposition 那在過去十年的話 病理學家已經發現 當病人開始出現 dopamineurgy neuron degeneration 這個地方開始出現lui body之前 其實已經有一些lui body 偷偷的在brainstand的下游 就是在meta的地方 開始出現成績 那這些的時候 還不會影響到dopamineurgy neuron 就是所謂的pre-motor pre-clinical的stage 那當然因為它也會影響到 一些重要的腦部的構造 所以病人會出現一些 動作前期的臨床的症狀 那漸漸的這個lui body 開始跑到了 meat brain substantial nigra的位置 所以dopamineurgy neuron 就開始出現deficiency 所以病人就會出現 動作不好的一個情況 如同剛剛video 給各位看到的一個情況 那lui body的話 會漸漸的往上spreading 到parietal跟frontal cortex limbic system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每一個parkinson的患者 只要他如果活得夠久 幾乎有50%以上的機會 還會combine your dementia 那這種情況 我們就叫做PDD 那現在為什麼 還是有這麼多人 在我們神經科 接受parkinson的治療 主要是因為 目前對於parkinson的治療 都還是一個supplement therapy 我們可以補充 病人缺乏的dopamine 可是我們卻沒有辦法抑制 這些lui body的formation 跟它的spreading 所以到後期的話 其實我們對於病情的進展 並沒有辦法有一個真的 把它逆轉或者是抑制的效果 我們只能跟在neuron degeneration的後面 那補足它缺乏的dopamine 所以目前的話 對於我們神經科醫師來說的話 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 針對parkinson的pasogenetic mechanism 找到一個mechanism targeted therapy 那這中間當然最早我們就要先知道 為什麼在parkinson裡面 會出現不正常的 alpha-sineuclein accumulation 以及會出現neural degeneration 要先知道原因 我們才有辦法 根據這個原因破解 找到有沒有新的治療的方法 所以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那我們就要了解說 那目前醫界到底對於parkinson 可能的pasogenetic mechanism 了解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在最早以前 在我還是神經科的學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話 其實我大部分學到就是 parkinson是一個老化的疾病 之外就是環境的危險因子 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包括1980年代 那時候有一些吸毒的年輕人 突然一瞬間 在短的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變成parkinson人 後來被發現 是因為他們exposed到MPTP 這種neurotoxin有關係 那1980年代 就開始出現很多流病的研究 發現農村的環境 暴露一些特別的一些pesticide 或者是一些rotanum等等 都是一些可能的risk factor 那有趣的是 有一些環境的protective factor 也被發現 比如說喝咖啡 或者是抽菸 這個都有可能 不過抽菸這件事情 我們很少會跟病人大肆的宣導 很怕他 時不時的就來個一兩根這樣 這樣有點危險 可是我們可以從這個表裡面 可以發現 1990年代之前的話 幾乎都是環境因子為導向 來干擾我們大腦 腦化多巴胺系統退化的速度 那這一切的故事 在1997年的時候的話 有一個新的進展 1997年的時候 有第一個大規模的 autosomal dominant 的parkinson family 被發現了 並且identify 它的corsese gene 就是alpha-C-nuclein 那這點就很有趣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parkinson病理變化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lui body 而lui body 最主要的成分的話 就是alpha-C-nuclein 所以這時候大家就紛紛覺得說 當然經過十年的關係 我們才有這樣子一個很簡單 看似簡單的圖 parkinson為什麼會發生 他的dopominary system 為什麼會degeneration 一方面跟agent有關 再來environmental the toxic risk factor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 會不會剩下的一些 大部分沒有family history的病人身上 也帶有某一些的genetic susceptibility 的risk factor在裡面 所以三個交織在一起 就可能出現parkinson disease 所以97年的時候 最早就是在science 發表的這篇paper 這是一個很大 跨歐洲的一個家族 他們發現了alpha-C-nuclein 就是SNCA這個基因 就是第一個被發現 會影響顯性遺傳的parkinson 那第二年的話呢 是在日本 就發現一個隱性遺傳的家族 近親通婚之下 出現了一個 very early onset的parkinson的患者 那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這是一個老化的疾病 大部分病人都是60歲左右發病 可是parkine mutation的 這一個病人的話 他十幾歲就發病了 所以parkine的話 是第二個被發現的基因 所以從97年 第一個發現senuclein 到今年年初 目前為止已經有22個locus 至少12個基因的話 被發現 會導致familio引起了parkinson's disease 那我們可以看到 紅色的話呢 就是顯性遺傳的一個情況 那綠色的線的話呢 代表說 就引起的是一個隱性遺傳的 巴金森氏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顯性跟隱性都有被報導過 那這些基因被發現 到底對於我們了解 parkinson的致病機轉 有什麼樣的一個幫助呢 主要是因為了解剛剛上述 那個可怕的表裡面 每一個基因的product 他們本身在cell裡面 本身扮演什麼樣的一個功能 我們就可以像拼拼圖一樣 串起巴金森病人的 dopaminergy neuron 為什麼會出現degeneration 比如說 Synuclein 它就是一個 在Synaptive vesicle上面的一個protein 那剛剛講的parkine 它是一個ubiquitine protease E3 ligase上面一個重要的一個compartment 那其他包括metyl contract dysfunction 或者是protein trafficking等等的話呢 都被已經加在這個puzzle 這個genetic puzzle裡面 所以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對於巴金森氏症 如果有學生問我說 那林醫師你知道為什麼 巴金森的病人 多半神經細胞會死亡 那以前我們都會說 這個就是神經退化 這個基轉尚未明 那現在我們大概有50%的自信可以說 其實我們至少已經解開了50%的謎團 在世界各國的努力之下 我們大概知道說 這樣的一個病人 他的sail裡面的哪些基轉 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才會導致他的多巴胺系統 相較於其他的系統 來的提早degeneration 那我們就不一一講 每一個基因product的故事 那我今天的重點的話呢 是其中PARC-8 LOG-2這個基因 它所導致的是 顯性遺傳的巴金森氏症 那過去10年的話呢 在吳瑞美教授 還有簡正林老師的指導之下 我們做了很多LOG-2相關的一些研究 那希望今天用 剩40分鐘的時間 跟各位做一些報告 那LOG-2的話呢 這個基因的話 它全名是leucine reach repeat kinase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每一個細胞都有 不只神經細胞也有的一個kinase 那最早是04年的話呢 在neuron上面 有兩篇back-to-back的paper 都是在autosomal dominant 大型的家族裡面的話 發現了這個基因的mutation 那這個基因為什麼相較於其他的基因 會被我選中 拿來當作我研究的一個主題 它跟其他的基因有什麼不一樣呢 第一個的話呢 是它有它的重要性 那LOG-2基因上面的話 有一個mutation hotspot 就是G-2019的地方 會變成S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一個最常見的點突變 不僅是familial Parkinson's disease 連sporated PD 就算它沒有明顯的家族史 也被發現會有一個這樣子的mutation 那這個G-2019S mutation的話 它有一個很明顯的 種族上面的差異 我們可以看到 在亞洲地區 包括我們日本的好朋友 或新加坡等等地方 都沒有這個mutation site 可是它是猶太人的話呢 得病的機率最高 有多高呢 這個點有多熱呢 在北非跟南歐的猶太人的話呢 他們只要是familial Parkinson's的患者 有家族遺傳史的巴金森的病人 大概有高達三分之一 都會帶有這個mutation的點 所以白種人特別的多 那對於歐美國家的話呢 的Parkinson的患者 這個點是一個 所謂的突變熱點 有多熱呢 熱到他們有一個 所謂的快篩的 genetic的工具 如果是有家族遺傳史的 Parkinson的患者 或者是 就算是sporated PD的患者 他們也可以用很快的方式 做一個genetic testing 看到是不是g2019 as mutation 那這個人大家不一定認識 但是Google大家每天都會用得到 那這個人的話就是猶太人 他是Google的co-founder Search Brian 然後他被發現 他的太太就是23andme的執行長 就是那個很大的基因公司的執行長 那所以他把他自己的DNA 給他的太太去做 Hole-Apsom的Sequencing 去看他上面到底帶有哪些點 就因為他有錢了 所以只好把自己的DNA拿去 试試看看可以看到什麼 但好死不死就看到 G2019 as mutation 那他的媽媽就是一個 Parkinson的患者 所以他雖然現在才40歲左右 不過因為G2019 as mutation的患者 大部分都是在60幾歲左右發病 所以potentially 而且他的這個Mutation 的penetrance 是高達80%以上的 所以他有很高的機率 有可能會得病 所以他現在開始大力的 贊助了Parkinson的一些trial 那所以LOG2 G2019 as的話呢 除了是最常見的一個 Mutation Heart Spot之外 他的第二個LOG2基因的特點 就在於他的臨床的Phenol 沒有特點 什麼叫沒有特點呢 相較於我們剛剛講的其他基因 比如說第二個 在日本人身上近親通婚 發現了Parkinson的Mutation Carrier 都是很年輕 十幾二十幾歲就發病 可是LOG2的G2019 as a Carrier的話 他的臨床表現 就像茫茫90% 在門診會看到那些巴金森的病人 都是Lay on set 而且對藥物反應都很好 所以代表 如果我們能夠釐清LOG2 為什麼會導致Depaminergy Neuron Degeneration 那或許我們可以解開更多 剩下90%Sporated PD的病人 為什麼會出現Depaminer Deficiency的一個情況 第三個特點的話呢 就是他的病理 我們都知道 Parkinson的病理變化 就是看到剛剛粉紅色的 鱸魚巴底的成績 可是LOG2的Mutation的病人的話 他的病理變化其實非常的Pleomorphic 多樣性非常的大 那多樣性大就算了 但是會看到 居然會有Phosphorylated Tau Protein的成績 而Tau的話呢 是另外一大群退化性疾病 我們神經科退化性疾病 一個很不好的蛋白質 所以就有人認為說 LOG2的話會不會是可以共同串起 我們神經科常見的兩大類疾病 Synucleopathy或者是Tauopathy裡面 最重要的Alzheimer Dementia 一個共同的一個橋樑 所以更讓人覺得 好好的把LOG2研究清楚 不僅可以造福PD的病患 或許對另外一大類Tauopathy的病理疾病 也可以有進一步的了解 所以講完了LOG2基因這個重要性之後 我們剛剛有提到 LOG2因為它是個Kinase 所以在每個Cell Neuron裡面都會有 那它上面的話呢 有很多重要的Protein的Domain 那其中一個的話呢 就是Kinase Domain 那這個Kinase的話 是一個Dual Kinase Activity 那G2019S的話呢 就在這個位置 那其實這個Protein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Domain 就是ROG Domain 上面是GTPS的Activity 其他發現的Mutation 包括等一下會跟各位報告的 我們台灣發現的RE4CH的Mutation 就在這個GTPS Domain上面 但是不管是2019S 或者是RE4CH或C或G 不管它變成哪一型 都會跟LOG2 Protein的Wild Type 比較起來 它的Protein的Kinase Activity的話呢 都會不正常的增加很多 特別是G2019S 所以這呼應了我們 如果病人帶有這個G2019S的Mutation的話 可能會導致LOG2 Protein的Kinase Activity 不正常的增加很多 那這不正常增加的Kinase Activity 看起來對Sale就不是一件好事 它應該反而會導致Neuron的Degeneration 所以在04年發現了LOG2這個基因之後的話 在過去10年當中 我們對於LOG2的Parkinsonian 有非常強大的興趣 那主要就是跟剛剛跟各位老師 還有同事報告的這些重點 那因為我們是一個臨床的神經科醫師 所以我們會先從臨床的部分開始研究 到底在我們台灣的巴金森的患者裡面 有多少的人具有LOG2的Mutation 我們有沒有自己亞洲人 特有的Mutation Heart Spot 再來就是我們會研究 它的重要的一個Functional的Assay 那如果從人出發 因為我們知道LOG2的話 它是一個影響顯性遺傳的 巴金森試症 所以Initially我們先找了27個Family 都是Otosomal Domain的Parkinson的患者 那我們其實沒有辦法找到G2019S的Mutation 我們反而發現的就是剛剛說 在另外一個Domain上面的R144EH的Mutation Phenotype或者是Functional Image 都跟Sporated PD一模一樣 那雖然我們沒有找到 我們自己的Mutation Heart Spot 但是我們卻發現LOG2基因上面的話 因為它非常大 它有51個Axon 它總共有7個多KB 我們發現它上面有一個Polymorphism G2385R 其實會大大的增加得病的一個風險 那G2385R它只是一個Polymorphism 它並不是一個Mutation的一個位點 但是看起來是在亞洲地區才有 歐美地區的話其實都沒有 所以在過去這幾年的話 因為大家一直在找BioMarker的一些Study 那G2385R現在已經被認為是一個 Sporated Parkinson's Disease的一個Risk 一個Factor 那如果帶有這個位點的話呢 被認為會增加得病的機率高達兩倍到三倍之多 那除了看有沒有特別的基因的位點之外 我們都知道 因為Parkinson它也是一個跟Environment 有相關的一個可能的原因 所以帶過去的話呢 我們也收集了很多Parkinson的患者 他們有沒有接觸過一些重要的 Environmental的一些Factor 包括說環境的毒物啊 井水的暴露 或者是抽菸這種Potential的保護因子 那這個表只是要告訴我們 Lug2上面確實有某一些點 它在跟遇到某一些Environmental的Factor的時候 會有加成效果 會導致得病的機率會增加 所以以上的話呢 我們很快速的帶過 臨床的部分告訴我們 對於Lug2而言的話 台灣並沒有特別的Mutation Hot Spot 但是我們有自己的Mutation的一個點 在RE4CEH 但是我們有自己 亞洲人特有的一個Gennetic Risk Vector 它會導致得病的機率會增加 那接下來就是 對於這麼有趣的一個基因 我們更想知道的就是 它當Lug2帶有Mutation的時候 會怎麼樣導致神經細胞的退化與死亡 所以一開始的話呢 就是非常謝謝中醫院檢老師的幫忙 那他讓我進了他的實驗室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Transgenic Love2 G2019S Flight Model 那就會有人問我說 那你怎麼不做台灣有的RE4CEH 或者是我們台灣特有的 G2385R的Risk Polymorphism呢 那因為Polymorphism的話 其實是沒有看到明神的Phenotype 但是2019S的Phenotype是最強的 所以我們還是以白種人的這個Hot Spot 當作一個我們最主要的研究的一個重點 那建造了這個Fly的Model之後 最重要當然就是我們要做一些Fly的一個Asset 看看能不能ReCapture一些Deseased的Phenotype 那確定它有Capture到Deseased的Phenotype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往下Deseased去看它的Molecular Mechanism 那除了研究它的Molecular Mechanism之外 這個FlyModel也可以當作是一個 High throughput Drug Screen的一個In Vivo的平台 我們不是用Cell在篩選一些平台 我們是拿In Vivo當作是一個 Drug Screen的一些平台 希望能夠找到一些Potential Candidate的Drug 那對於Love2 G2019S 或甚至是更多的Parkinson人的話呢 都有進一步治療的效果 那最後的話呢就是大家都會想知道 那既然Lug2在人這麼重要 那Endogenous的Lug2 Protein 到底在Cell裡面扮演什麼樣的功能呢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Lug2 Null的一個Mutant 去看說在正常情況之下 如果把Lug2 像把它Knock out 掉之後的話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麼重要的一個人類Deseased Causing Gene 到底本來在Cell Biology裡面 Lug2的功能是什麼 所以我們先從第一個部分來看 那我們做了一個Lug2 G2019S的Fly Model 那這個就是Lug2 Protein 2019S的話呢 其實就是在Kindness Domain上面 那G2385R的話呢 是一個亞洲特有的Polymorphism 那R144ECGH是另外一個Mutation的點 在GTPS Domain上面 那如果只看G2019S的話 我們發現說這一個Transgenic Fly的話呢 它確實有一個Dopamine Specific的Deficiency 那左邊這一張的話呢 是一個正常的Control 右邊的話呢是G2019S 那綠色的話呢是染Antityrosine Hydrosis 就是我們要看Dopamine Neurons 那我們發現隨著Agent 隨著這個果蠅越來越老 同樣老化的果蠅 它的Dopamine Neurons 綠色的這一重一重的話呢 其實樹木都還蠻多的 可是如果是G2019S的話呢 它就有明顯的減少的趨勢 並且是只有Dopamine Neurons Specific 因為在其他的Neurons 比如說Serotonergy Neurons等等的話 它的樹木其實是Preserved 那我們統計上可以看到 這樣的Dopamine Neurons的減少的話 是隨著橫軸的話呢 就是果蠅的年齡 隨著它的老化的話呢 有越來越明顯的趨勢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病理變化 就呼應在人身上看到的 要到年紀老才會出現 Selective的Dopamine Neurons Degeneration 那果蠅本身呢 這一口果蠅它本身會不會有 像人身上動作變慢的一個情況呢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 Locomotor Disabilities的一個Climbing Assets 來看它的動作是不是有變差 右邊這個是 Over Expression Look-to-Out Type 左邊的話是G2019S 通常我們把果蠅敲到最底下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看果蠅攀爬到管底的一個速度 那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2019S的果蠅的話 爬的速度比較慢 要達到終點線的數目 遠遠比不上 就是Look-to-Out Type 並且它攀爬所需要的時間也變得很久 所以從這種Climbing Index裡面 我們就可以發現 我們做出來的Look-to-G2019S 不僅是Pathology上 還有從Clinical上 也都可以ReCapture 在Human PD看到的一個情況 那接下來就是要進入正體 它的Neuron到底會怎麼樣出現Degeneration 除了Depaminergy Neuron Degeneration之外 事實上這個果蠅我們發現 它在周邊Peripheral的一個DN Neuron DN Neuron的話 是一個周邊 以感覺神經系統為主的一個神經細胞 它也有出現Degeneration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來看一下左上邊的話 是一個Control的圖 正常的DN Neuron的話 應該會有8到10顆的Cell Body 在中間的地方 那往上的話是Dendrite Dendrite Field其實都可以Cover到 另外一個體結的DN Neuron 下面這個地方是Axon 那G2019S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跟Control比起來 Dendrite Field很明顯的減少 Shrinkage 那Dendrite Lumber的話 也有減少的一個趨勢 那相較於Dendrite有明顯的減少 它的Axon 這個Axon有點像是人的Spinal Cord 看起來的話 卻沒有明顯的變差的一個情況 不過因為我們沒有進一步 做它的電生理 那事實上有另外一個Group發現 其實在Axon 雖然看起來它的Morphology其實是正常 可是它其實在一些 NM Junction的一些電生理的話 其實已經有一些變化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果蠅的話 它不僅會有Central的Depaminajy Degeneration 它也有Peripheral DNA Neuron的Degeneration 而且看起來Lub2會影響這些Dendrite的Morphogenesis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 其實中間我們試了很多不同的Approach的方法 想要去知道說 為什麼Lub2G2019S會導致Dendrite的Degeneration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只報告最重要的一個結果 就是我們發現 因為在Lub2的病理上面的話 可以看到不正常Tau Protein的成績 而我們又知道Tau是一個很重要的 Cytoskeleton的一個Binding Protein 所以我們就去染Phosphorylated的Tau 那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它應該是 星星就是CellBody 那這個大箭頭的話呢 是Axon 它應該是在Axon跟CellBody 還有Primary Dendrite為主 就是紫色這個地方 那綠色的話 Mark是整個Dendrite CellBody跟Axon的Morphology 可是如果是G2019S帶有疾病的 Phosphorylated Tau的Distribution的話 就很明顯的跟Control不一樣 它有量有比較 似乎有比較增加的趨勢 並且它的Distribution 會從Axon CellBody Predominant的位置 甚至連到Secondary的Dendrite 都有Mislocalization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些本來應該乖乖呆在 Axon為主的這些Phosphorylated Tau 在G2019S被逛情況之下 它會不正常的跑到Dendrite的一個位置 那我們又做了一個Double Mutant 就是同時將2019S 並放入一個 會Kindase Day的一個位點 去看說 這樣不正常Tau 跑過去的這個Phenotype 如果把Lug2的Kindase abolish掉的話 Kindase Activity abolish掉 這些不正常亂跑的Phosphorylated Tau 的話呢 又縮回它原來Axon Predominant的情況 所以這樣的故事告訴我們 這些Phosphorylated Tau的Misdistribution的話呢 Possibly if you regulate byLug2的Kindase Activity 那Tau跑過去那就跑過去啊 那為什麼會想說會對Dendrite 造成什麼樣不好的影響呢 那我們發現 如果我們用Farsh Standing來看 Microtubule的一個完整性 我們來看上面最兩張圖就好 那這些不正常跑過去的Tau 不僅Tau跑過去了 其實連Microtubule的Morphology都會改變 它會變得很Fragmented 跟正常的Microtubule比較起來 它是Smooth的Staining 可是如果是G2019S 有表現的這些Dendrite的話 它的Microtubule都有Fragmented的一個情況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想了解說 那當然中間我們跳了一些步驟 不過時間的關係跟大家報告就是 那是不是G2019S 它是一個Lug2上面的味點 它會造成Lug2Kindase的Activity增加 那會不會是因為它本身去Fosphorylate Tau Protein 才導致這種不正常的一個表現的行為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有直接的證據告訴我們說 Lug2其實是沒有辦法Directly Phosphorylate Tau 所以我們就猜測 會不會中間還有一個第三者 另外一個Kindase夾雜在這個Cascade裡面 所以經過了一連串的實驗 我們發現這個第三者的話 就是一個GSK3 Beta 那在果蠅裡面的名字的話叫Shaggy 那我們就做了進一步的實驗 發現說用IP的實驗 我們發現Lug2帶有G2019S mutation的時候 它跟GSK3 Beta的Binding Affinity的話會大大增加 它們有Directly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的一個情況 而且Binding Down的這個GSK3 Beta 是一個有活性的GSK3 Beta GSK3 Beta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Protein 它上面有很多的Fosphorylation的位點 這個位點的話代表它的活性會增加 某些位點的Fosphorylation是代表它的活性降低 那這個實驗告訴我們是 在2019S的情況之下 可以抓到有活性的 在可能在不斷作怪的GSK3 Beta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一步 將這樣子的一個Protein用Lisian先處理過 那我們都知道Lisian的話呢 是一個GSK3 Beta的一個Inhibitor 就可以發現 剛剛抓到這些Tau Protein的話 其實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小小的Summary 告訴我們說 如果Lug2帶有病人的G2019S mutation 它可能會Recruit Auto-Activity的一個GSK3 Beta Protein 那會增加Tau Protein的Fosphorylation 那我們中間有一些實驗證實說 它會增加Tau在T212 跟S214的Fosphorylation-Side Protein會增加 那這些不正常的Tau Protein 可能會Mislocalization到Dendrite 那導致我們看到的Dendrite Degeneration Dendritic field減少的情況 那Potentially 是一個Neuron Degeneration的一個前驅的變化 所以我們的故事的話呢 就被放在Lug2會影響的其中一個地方 Lug2被其他Group發現 他們也會影響Aptine的Cytoskeleton 或者是跟MTor Pathway等等有關係 那GSK3跟Tau的話呢 是其中一個它的可能作用的環節 所以架構了完了這個Transtranded Flight Model之後 接下來當然回歸到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這個平台 當作是一個DropScreen的一個platform 然後來看能不能有找出新的藥物 不過在找新的藥物之前的話 我想這個順序有點錯亂 是因為我其實接下來就想做 就是DropScreen的一個平台 可是我的老師是一個Cell Biology的老師 它其實比我更Eager想知道 到底Lug2本身在Cell裡面 扮演什麼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們就先跟各位報告 並且我的實驗也是從這邊先開始 我們在建造這個 Over-Expiration的Lug2 G2019S Flight Model的時候 我們同時也做了一個Losol Function的一個Mutant 去看看到底Lug2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是一個In Vivo的Time Labs的一個Video 告訴我們就是剛剛看起來像聖誕樹 這這個Dendrite的Terminal 那平常的話呢 它其實是很忙碌的 就Primary Secondary Dendrite出來之後 Terminal的一些Dendrite Arbor的話 它其實是不斷的生長 它有生長但是也有Retraction 那這是一個Dynamic的過程 那如果有正有負 互相相減之後是往正的方向走的話 那這個Dendrite Arbor的話 就會往外生長 可是有正跟有負 最後是Retraction的話 那這一條Dendrite最後就會萎縮回去 在一個生長的果蠅裡面的話 這個過程是不斷的Dynamic 不斷的在進行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Cellular Mechanism 在調控這些Dendrite Arbor的生長呢 就是伸出去又縮回來 伸出去又縮回來 其中一個重要的調控機制的話 就是Goudial Post 那我們都知道 就是你的Dendrite要伸出去的時候 你其實需要很多的原料 來製作新的Cell Membrane 跟Settled Skeleton 你才能生得出去 你才有原料可以生 那這些原料的來源的話 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要靠著Goudj 來將這些原料 帶送到這些Terminal Dendrite的地方 那Goudj這個東西 在我們以前都 至少我以前都以為 它只有在Cell Body而已 後來發現的話呢 其實在Fly的DN Neuron裡面的話 在Primary Dendrite的地方 它其實會有小小的高舉的 小小的基地台 就叫高舉Outpost 這個基地台的話 它品牆也會移動 那移動的目的的話呢 就是希望將這些原物料 送到Terminal的地方 希望能夠幫助Terminal Dendrite Arbor 生出新的Dendrite出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 背景的情況之下 就如同剛剛跟各位報告 我們就做了一個 103680 Cross Deletion 6的 這一個 一個Mutant 那這個Western 指的地方的話呢 就是Lug2 Protein 那Fly的話呢 只有一個Lug Human有兩個 Human有Lug1跟Lug2 那Fly的話呢 只有一個Lug Protein 可是它重要的 Protein Domain的Homology的話呢 相似程度是很高的 特別是Kinase Domain 跟GTPS Domain 所以 我們拿這樣子的一個Model 來當作 是不是可以看本身 Lug2本身的功能的話 是可以說得過去的 除了Western的表現 變少之外的話 我們也用一些 immunostanine的方式來看 那以左上角這個為例的話 紫色的染的 就是Endogenous Lug Protein 那下面這個的話呢 是Deletion的Mutant 上面的話呢 是Control 那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在Deletion Mutant的情況之下 Lug2 Protein的Expiration量 已經明顯的減少了 那綠色這是什麼東西呢 綠色Mark的是 就是Man2 GFP Man2的話呢 是一個 TransGalgy的一個Marker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Endogenous Lug的情況之下 在SealBody裡面的話 Lug Protein其實是跟 Galgy有很好的Colorization 在Mutant的情況之下的話呢 它是減少的 那我們用各種方式來Demonstrate說 它跟高舉之間的話 確實有很好的Colorization 不僅在Soma 在Terminal Dendrite的地方也都是 那既然剛剛我們看到的Dendrite本身的生長 是一個Dynamic的過程 那其實高舉也是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上面這張圖 那在看這張圖之前的話 我們先看這個卡通圖 這個是一個Soma 就是SealBody Dendrite會長出去 綠色的話呢就是Galgy要Post Galgy要Post Galgy要Post的平常是很忙碌的 它會往外走 往Disto走 目的的話呢 就是希望能夠送一些原物料 到Terminal的地方 希望能夠長出新的Dendrite 可是呢 除了往外走的這個部分之外 它也會有一些是往內跑的 往內跑的話呢 就會將原物料又送回Soma 暗示著往外跑的這一根 這一根它的Galgy要Post跑走了 所以這一根可能就會rejection 這是在其他的Group裡面已經發現的 Galgy要Post的Dynamic 它移動的方向 其實會決定 這一顆新生成的Dendrite Arbor 它是往外長還是往內縮的一個情形 慢慢看一下 那綠色這個螢光的話 Mark的話呢就是Galgy要Post 左邊的話呢是Soma 右邊的話呢是Disto 我們可以看到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Galgy要Post的是一個人是很忙碌的 會往外跑 也會往內跑 可是如果說我們同時Expiration的一個Lug2在上面 這時候這個Lug2的話呢 是一個紅色的一個螢光訊號 我們可以發現 如同我們在Immunostand看到的情況 他們兩個有很好的Colorization 他們兩個會一起活動 可是他們兩個一起活動的話 會發現兩個一起活動有奇怪的趨勢 一了是兩個一起小範圍的活動 不馬就是兩個停在原地彈心 不太動這樣 所以告訴我們說 Lug2看起來不僅跟Galgy要Post 有很好的Colorization 它似乎也暗示著它會影響Galgy要Post的Dynamics 那如果用右下角這個統計圖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在沒有特別放進去一個EctopicLug2的情況之下 Galgy要Post的應該是 往外跑 往上就是anti-grade 往外跑 跟往內跑 Retrograde的Percentage是差不多的 可是如果有Lug2 Co-Expiration在裡面的話 它移動的範圍的話就變小了 有受到一些局限性的一個情況 就像交了女朋友一樣之後 就常常大部分的時間都會待在家裡這樣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記起來 好 那剛剛是看到多了Lug2的情況之下 那在Mutant呢 如果完全沒有Endogenous的Lug2 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上面這個是Control 正常情況 高舉還是很忙碌 有些時候往外跑 有些時候往內跑 可是如果Lug2不見了 就像女朋友出國進修了 不在了 那只剩下高舉一個人在家的話 就會發現 哇 一個人好快樂 它會很快的往外跑 當然也有往內跑 但是往外跑的機率的話多很多 那這個有明顯的一個統計 左邊是Control 中間這一張的話是Mutant 會發現說 當女朋友不在的時候 沒有Lug2的情況之下 高舉Dynamic的範圍變大 而且往外衝的比例更高 如果這時候再把女朋友叫回來的話 就哭哭了 就不太動了 所以它又 它的Phenotype Dynamic的Phenotype 又回覆到原來跟Control類似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Lug2的存在 它會suppress 本來Antigrate的Movement 所以當Lug2不在的時候 高舉就會很開心的一直往外跑 就所謂的Antigrate Movement 那既然在前面我們已經知道 其他的Group已經告訴我們 高舉Dynamics 以及它最後跑的一個方向性 會決定這個Dendrite的生長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在Mutant的情況之下 Dendrite的Morphogenesis的話 有沒有受到改變 那答案是有的 左邊的話呢是Control 那中間這一張的話呢是Mutant 在沒有Lug2的情況之下 我們發現它的Dendrite的數目的話呢 明顯的變多 這個聖誕樹看起來 有更擁擠的一個情形 那把Lug把它補回去之後的話呢 它的Dendrite數目就沒有那麼多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想知道說 那為什麼Lug2會去影響高舉要Pulse的Dynamics呢 那不禁我們就要開始Review一下 這個是Microtubule 然後這是它會有一個方向性在 那一般來講會往-N的地方送 那高舉的話呢是在下面這一球的地方 高舉不會直接連在Microtubule上 它會藉著一個高均Protein 這個我們叫Lava Lamp 然後藉此Binding在Dining或Dinating 這種Trafficking Protein上面 才會在Microtubule上面滑來滑去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Lug2會不會是跟這些 Dining或Dinating的Trafficking Protein 或Lava Lamp之間有什麼關係 那經過一連串的實驗我們發現 其實Lug的話呢是會跟Lava Lamp 有很好的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那IP下來那個Binding Affinity 其實非常的強 那緊接著我們就去互相Map 到底Lug是跟Lava Lamp 哪一個Domain binding在一起 那最後我們證明說 看起來的話 Lug的話呢是會跟Lava Lamp的Domain 3 跟Domain 5有很好的Binding 而3跟5剛好就是Lava Lamp 會跟Dining、Dinating、Binding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在不同的Expiration Lug2的情況之下 Overexpiration、Deletion等等的情況 去看Lava Lamp跟Dining Heavy Chain之間的Binding 就發現說確實Lug2作用的位置 應該就是在Lava Lamp的Domain 5的地方 因為有Domain 5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減少Dining跟Domain 5之間的Interaction 就會讓它無法被帶著走 所以它的Dynamic就會受到減少 那剛剛講的都是Endogenous的一個情況 但是當我們都知道 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心中都還是會一直想到Lug 不管是Lug 還是在Human的Lug2 它畢竟是一個Desease的Gene 所以我們更好奇的是 那既然Endogenous的Lug 看起來像是一個龍頭鎖 會鎖住高就要Post 不要往外跑 可以乖乖待在家裡 那如果CarryHuman的Mutation 剛剛講的G2019S的話 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Lug2在的時候的話 有女朋友在家 她會不敢跑太遠 只會在局部慢慢的晃動 但是會動 但有些是不動的 那如果說她今天不是女朋友 女朋友變輕了 變成一個惡女 變成G2019S的話 就發生什麼事情呢 剛剛就要Post的活性反而變強 但是她不是往外跑喔 她是往內跑 一直往內縮 那我們都知道 高就要Post的方向性 會決定這個Dendrite的生長 或者是Retraction 所以G2019S的情況之下 大部分的高就要Post 都是一直往Prosmo Soma的地方跑 那如果我們今天擺進去的是一個 2019S再加上一個Kindness Day的 一個Mutation的情況之下 就是把這個惡女把她趕化 讓她回復到正常女朋友的情況之下 她又不會那麼快的一直往回家跑 她還是在局部的地方慢慢的移動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小小的一個Model Microtubule的話呢 會讓我們的高就要Post 藉由Lava Lamp Dining 在Microtubule上面移動 那Endogenous Lurk的話呢 她應該是跟Lava Lamp的Domain 5 Binding在一起 影響高局跟Dining之間的Binding 那她的作用有點像龍頭鎖 那腳踏車有龍頭鎖的作用 不要讓高就要Post一直往外衝 可是今天如果龍頭鎖Lurk2 變成一個G2019S Mutation的情況之下 她的Dynamics反而是會Push 高就要Post 往Soma的地方跑 是另外一個方向的一個Direction 那這中間當然還有其他的故事 就是可以做 因為往外跑的話 靠的是Dining 往內跑了靠的是另外一個 Trafficking Protein 叫Kinacin 不過我們就沒有再往Kinacin 這個地方再繼續往下鑽研 那只剩一分鐘的時間的話 那我很快的講一下 沒得超出時間太多 但是最後這一分鐘 應該大家會覺得比較容易吸收 就是知道了Lurk本身的功能 我們也做了一個Lurk22019 是A Fly Model 那對於我們臨床的醫師來說 當然就最想知道 可不可以拿它當作一個 In Vivo Drug Screen的平台 那這是我們那時候看到的 Potential的一個Pasogenetic Mechanism 跟Tau有關係 跟GSK3 Beta有關 所以在五年前 我剛從雲林分院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 國科會有一筆經費 那很有幸運的申請得到 所以我們找了一個640個FDA 已經Approved Licensed Drug的一個Library 那我們用了每一個藥 我們用了三種不同的濃度 那每一個濃度的話 做了三重複 那希望能夠找出 可以Correct這個Fly Model的一個 Deseased Phenotype 來當作是一個Potential治療的藥物 那在這640個Druc裡面的話 我們講前三名 第一名的話呢是NSAT 第二名的話是Lipophilic Lova Stating 第三名的話呢是Refound PC 我們可以發現 它不僅可以Correct它的Dendrite Phenotype 它可以讓Central 也可以讓Central Dopaminergy Neurons的Loss的話呢 也可以有Rescue的情況 那除了看這些Phenotype之外 我們當然也要看果蠅本身 Local motor的Disability 最下面這是Control 那橫軸是果蠅的綿齡 縱軸的話是它攀爬所需要的時間 時間越高代表它爬得越慢 所以Control的話 會在最下面 那我們可以發現 G2019S的話呢 加了DMSO Solven的話 它就爬得很慢 可是Lova Stating的話 最能夠把它拉回 最接近Control的一個情況 所以雖然是前三名 不過看起來 Lova Stating的效果 至少在In Vivo的 Local Motor Phenotype裡面來講 是最強的 所以做完了Flight的部分之後 時間就進展到 我需要去溫哥華的時候 那剛好我的實驗室的老師的話 Dr.Meshul Ferrer 他有一個Log2 G2019S Login的Mouse Model 所以我就將我的前三名的藥物 帶去它的實驗室 看看是不是在Mouse Model 也有同樣的效果 那時間的關係的話 我們就先看 Primary的Hippocampal Neuron 跟Primary的Dopaminergy Neuron 都可以看到 以Dopaminergy Neuron為例好了 2019S的話 一樣跟Control比較起來 它的Neuron的數目是減少的 可是Treat with Lova Stating 不同的濃度之下 它的Neuron的生長 有變得比較生長的一個情況 而且看起來 至少在某一個濃度的Range裡面 它有一個Dose Dependent的一個情形 那濃度越高的話 效果就不見了 所以下一個部分 我們就想要去了解 那Lova Stating 憑什麼可以改善 這個Neuron Degeneration 那我們都知道 Stating有Lipophilic 跟Hydrophilic 那Lova Stating的話呢 是Lipophilic 比較強的一個Stating的藥物 那我們發現說 它會增加 就是Treat不同濃度的Lova Stating 它其實會讓G2019S 這是用Stable Clone 就是Stable Transpective的G2019S的 Cell Line 當作一個Cell的一個Model 就發現說 Lova Stating的Treat濃度越高 它會讓Fossible的AKT的濃度的話 也會跟著上升 並且的話呢 會降低它CASP3的一個含量 那跟GSK3β有沒有關係呢 因為在我們的故事裡面 GSK3β是一個重要的下游殺手 那GSK3β它有不同的 Phosphorylation的位點 那今天這邊我們用的 21跟9 它反而是 Phosphorylation濃度越高 它的Activity反而是越低的 剛剛跟前面第一個故事用的 Antibody是不一樣 那可以看到 Lova Stating Treat的濃度越高的話 GSK3β雖然它的量沒有改變 可是它Activity的話呢 卻有漸漸下降的一個趨勢 所以這個Ratio看起來 也有一點點Dose Dependent的一個情形 所以看起來的話 都是從AKT到GSK3β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再回到說 在Fly身上 我們可以做很多Fly Genetics 所以我們同時 就在G2019S裡面的話 又再多放了一個 Constitutive Active的AKT 就可以發現說 它可以 Abolish G2019S的Tasticity 回復Rescue到正常的一個情況之下 告訴我們說 確實 就是 G-AKT的一個Activity的話 它可以Ratio部分的G2019S 導致的Neuron Tasticity 所以這邊有個小小的Summary 左邊的話呢 是我們第一個故事 2019S的話 會導致G-SK3β activity增加 Tau增加 Microtubule Instability Lova Stating的話呢 會讓Fly-AKT增加 那可能會藉此 當然中間有很多的細節 我們都還沒有琢磨到 會讓G-SK3β的Activity降低 那或許的話呢 可以部分解釋 它可以挽救 它Neuron Tasticity 的一個情況 好 那最後只剩五張Slide 我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 我們現在雖然發現了一些 就是 台灣Parkinson的患者 可是其實我們還有75% Yung C或Familio PD的病人的話 我們都沒有辦法找到 他們的Cosacigen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那在我回國之後 很高興可以跟陳佩龍學長 一起合作做NGS的 一個Neural Degeneration的一個Panel 那就已知的基因 我們可以做一個 很快速的一個檢驗 那另外就是 對未知的基因的話 我們可以用 Hole Epsilon Sequencing的方式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 新的PD的Novel的一個Gin 那這是我們新建立的 VIRGIN-1的一個 Neural Degenerative Panel 那因為這個Panel的話 也幫助我們 找出一些Phenotype很奇怪 那一點都不像是 Parkinsonian系列 反而是一個 Frontal Temporal Dementia為主的病人 只有一點點 Parkinsonian Fissure 跟Market Dystonia 他反而就是一個 Lug-to-Mutation的一個患者 所以對於這個疾病的了解的話 我們又可以更知道 他多增加了一些 Phenotype Variability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是找Novel的Gin 那這是一個 Altosomal Dominant的一個家族 那我們用的各種方法 其實找不出 他有剛剛已經被報告過的 PD-Corsesive Gene 所以我們用了 Hole Axon Sequencing 的一個方式的話 發現他可能是在 一個Mitochondria Gene 上面的一個Mutation 那也在另外一個家族的話呢 也是一個 這是一個很小的家族 因為爸媽過世 我們沒有辦法拿到他的DNA 也發現了另外一個Mutation 位點都在UQCRC1這個基因上面 那這個基因的話呢 被發現目前的兩個Mutation的位點 都是一個 就是非常conserved的一個位點 那他的Protein的話呢 主要就是Mitochondria 的Respirator Chain Complex3上面的Code Protein 所以Potentially 我們會再繼續work up 它的Functional Analysis 需要能夠證明這個基因 可能是一個新的Parkinson Disease Gene 那不好意思 這真的是最後一張了 那今天我希望藉由Look2 拋磚引玉告訴大家 我們臨床醫師 其實還是可以做一些些事情 但到最後 我們還是要回歸到病人 我們希望能夠找出 對於病人能夠有幫助的 Desease Modifying的一個Sherapy 那最後是 NGS的話呢 是一個很Powerful的Tool 除了可以快速幫我們臨床上 診斷一些重要的一個疾病之外 我相信對於發現新的 Desease Gene的話 也很有幫助 這樣我們會對這個疾病 有更好的了解 那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林晶賢醫師 非常非常完整 多面向的一個研究跟Presentation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要 要疑問或者留言 那個hyperphosphorylation 是 mprotein misfolding m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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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pntean m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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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那些東西你不是可以用的治療嗎 對 確實有人就是在分析 就是在 但是像他們找到好像是 除了 nicotine之外還有其他的成分 nicotine本身好像也有一些neural protection的效果 可是那些目前都是在cell跟animal的一個model 但不要講是我們通常不會跟病友講 因為病人都會問我們 有沒有什麼protection的一些事情 他們可以做這樣子 不會跟病人講要多抽菸 那statin的 像其他的statin 除了lovastatin以外 有沒有其他的 也是有好好笑 因為lovastatin現在幾乎是沒有人在用它 但是我們其他statin還是很可以 我覺得應該是lipophilic的statin 會比較有potential這樣子 對 可是在我那640個drug compound裡面的話 嗯 我可能要check一下 我記得還有 其中有一個fail的是hydrophilic statin 是沒有效果的 有一點忘記 我看他再回去對一下那個list 在這個你做那個lovastatin那三個化合 那三個藥物啊 在你的結論裡那個concruge裡面啊 它是不是跟那個lead2有關係 有沒有意識它 嗯 是 謝謝您的問題 有沒有意識這個lead2 意識lead2 對 因為它是一個kinase kinase 那跟它有沒有意識的作用 它有沒有kinase inhibitor的一個效果這樣子 我沒有去做它有沒有kinase inhibitor的效果 不過我知道John Hopkins他們有一個small molecule的library 他們已經研發了specific target to love2的kinase inhibitor 對 不過目前看起來還沒有很 很promising的一個效果出來這樣 我也問一個問題啊 我還是要下手的 我們看到猶太人你說lead2上面有一個特別重要的hard spot 那常常我們是會以fonder effect來解釋這種跨豬群之間的差異 那這個我可以理解這個遺傳性的papinsonic 但是您說到hosporetic的case 猶太人好像也特別高 就是那個特別的hospot 那您說的sporhetic是 如果你把他的爸爸媽媽也拿來做genetic test 那個variant已經在那裡了 還是它是一個denovol mutation的發生的比例特別高 謝謝學長的問題 denovol mutation 因為我們的病人通常年紀都很大 所以有些他們其實來的時候 號稱沒有家族史 或是有家族史 可是爸媽都已經expire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找到 他上一代的DNA來confirm學長這個問題這樣 Borsporated PD裡面的話 確實會有一些人是denovol的love2的mutation 但是它的機率多高的話 我可能不是很確定這樣 是 對 我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猶太人也是在那個地方的denovol mutation的比例又特別高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故事 譬如說像我們說華人或台灣人的肺腺癌 它是一個somatic mutation 但是為什麼是亞洲族群的somatic mutation會特別 在那個基因的地方特別高 這個是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什麼要提問的 好 是 謝謝學長的問題 它其實就我們的fly model看起來 它不是只有對central的dopaminergy neuron有tasticity 它其實對peripheral的DNA neuron也有tasticity 那在其他group也看到說有些病人 有些病fly的話呢 他們在一些muscle或是其他的organ 也有一些些phenotype 可是都沒有像在dopaminergy neuron或DNA neuron來的那麼明顯這樣 那這個問題就會牽涉到 為什麼neuron的subsidability 對於這個基因的mutation會那麼高的話 這是一個大宅問耶 這個我不曉得 我想覺得在病人的peripheral的dopaminergy neuron是不是 也會有時候要上來 我意思說就是它一層的病人 說得造成叫dicron的地方 謝謝學長的問題 在病的人生上的話 peripheral的GI的話 有一些autonomic nerve這樣子 那他們沒有本身自己的dopaminergy neuron dopaminergy neuron還是從central傳遞下來 可是在Parkinson的話呢 最近這幾年也發現 他們其實在peripheral的skin biopsy上面 去看到一些sensory neuron的terminal的話 也有degeneration 而且是跟大腦的desease的progression 是有correlation的 那desease activity就是互相correlate 所以這件事告訴我們 Parkinson已經不是像我們以前教科書告訴我們 它就是一個pure central dopaminergy neuron的疾病 它其實central跟peripheral neuron 同時都有受到影響 只是dopaminergy neuron受到影響 那個motor的動作影響實在太大了 所以大家就會先注意到它的動作 而去忽略到它其他系統的影響 我們尋找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先生 是 研究LEARM2的話 為什麼它會 就是desease為什麼是Lay onset 就是如果它是原本就帶有這個mutation 它應該是從小這個 是說那個LEARM2越老表達量越高 謝謝 謝謝學弟這個問題 LEARM2的話呢 大概在 以Fly來講的話呢 大概在Cering Star Lava的時候 它的表現就完全成熟 在人的話應該就是 出生沒多久之後就表達完全成熟 但是 為什麼會到這麼老才發病的話 我想 我自己推測 應該是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Agent 還有其他environment的Risk Vector 可能也是一個原因 因為LEARM2的mutation 它的pandertance 其實也不是到百分之百 它也是80%而已 所以應該還是有其他的原因夾雜在裡面這樣子 好 那另外時間關於我們得停在這裡 非常謝謝 那下個月是由林舒華教授來講 跟小鼠相關 然後跟G&A study 也是另外一個非常 一定會非常精彩的演講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